那么我们来设定一下 shadow map parameter 这个地方的设定 以它为主 首先第一个BIS 这个地方的阴影偏移值 OK 我写一下 BIS 对就阴影的偏移值 我们先调偏移值看看 偏移值的意思是说 你的阴影会不会跟着你的物件 给它做一下 它的这样的一个分布 所以你看 如果现在是1.0 我把它增大 比如说打10 按enter 好 来渲染看看 你看它是不是开始脱开 你注意看这里的部分 我让它比对一下 我先按这个复制 把它复制出来 这个地方是 阴影偏移值 BIS 它是10 我今天再给它算一个多少 30好了 按enter 对不对 按渲染 你看 是不是整个都飘掉了 这样的意思吗 OK 那你说 那BIS的设定要多少 我们要设定为0 那跟这个物件连在一起 因为我们现在做 我们还是以这个建筑跟室内设计为例 好了 我们先这样练 不要太复杂 通常说 可是我要做 我要做那一个 那个卡通动漫 通常 那个以后再说 以后这个 这个 不要太复杂 通常我们就先以这个家具来练 通常 你先以求真实为优先 那如果说你后半 你要去做其他动画 通常你再去设定 我现在打0了 OK 那按下渲染 有没有 就让它接在一起 这样的意思吗 那死的话 是不是脱开 你自己看这里 这边死 那这里就是0了 这样一个情形 OK 好 因为它这个有移角 所以它移角之上 这个扶手 它是扶空是正常的 那我们阴影从那边接出来 是对的 OK 好 通常下一个 通常我们看一下 那个size的部分 尺寸 对不对 OK 这个我做时间给你看 通常 如果你要 你要让它回到最原始 应该打什么 应该对它按右键 所以我们对它按右键 右键 有没有 现在1 OK 你打 看一下 如果打0.1可以吗 Enter 不行 所以它是size的部分 通常我现在打1 来算一次给大家看 渲染 结果发现空的 OK 通常这个先打X OK 好 那我如果给它打10的话 按Enter 通常你注意看 它萤幕还渲染 你看是不是 是不是开始 开始有这个阴影的 这样的一个东西出来了 这样懂意思吗 阴影的这样的一个物件 通常 那我如果给它打30 按Enter 按渲染 有发现吗 是慢慢的越来越集中 对不对 通常今天如果给它打多少 给它打 我们打60好了 渲染 你看图就变这样 好 那我做快一点 比如说给它打100 然后渲染 是慢慢的集中 慢慢的成型 看到吗 OK 那如果今天给它打多少 比如说给它打这个 通常你不要一口气打1万 通常这样会 有时候会当机 通常 比如说给它打这个 好 300好了 按渲染 你看 是慢慢的集中 慢慢的集中 那今天如果给它打多少 打这个 1000 Enter 你不要打1万 打1000 按渲染 你看是慢慢集中 OK 我现在把拷贝一个出来 我们来比对看看 把它copy 好 那左边这个 这个地方是1000 这地方是1000 没错 OK 同样那右边的打 现在这个地方1000是固定的 那我现在针对它 我们再来设定看看 比如说把这个size 把它调多少 给它调 调这个4000好了 4倍了 按渲染 看到吗 是不是越来越锐利 对不对 所以如果说你这个size 如果越高的话 是不是越接近这个 red track shadow 就是捷径光线 光线追踪的这样阴影的效果 它捷径 OK 所以这越高越锐利 那你说它调多少 同样你可以自己设定 那我们就给一个值 我们这个大概就给它这个 1500好了 1500 OK 虽然渲染 这样懂得是吧 同样这个你不要死背 这看情形是好 因为我们现在练习 我先做一个 不要太模糊的这样设定 1500 同样这个如果数字越小越糊 OK 那我就做1500了 好 那固定1500这个东西 那我们看下面这个sample 对sample就采样对不对 对 拿右键要归零 0.01对不对 OK 好 那我算一次给大家看 对 我先给它渲染 好 这看不清楚发生什么事 对对 等会先把萤幕放大 把这个画面放大 我们再算一次 来渲染 好 哎 等一下 这里看不清楚 找一个看得不清楚 这个 渲染 好 我们看一下 如果说你最小值0.01 那你看一下你的这个阴影 我把它稍微放大 是不是会有锯子状 看到吗 OK 好 那我先把这个复制出来 来 我现在把它打多少 给它打这个 10好了 按Lent 来给它渲染 好 你看是不是 是不是就模糊了 看到吗 这两个都不一样 看到吗 这是0.01 是不是跟狗肯一样 巨子状 比较 这个 没有 你就这样想 同学这个sample的意思是什么 就像盖印章一样 如果说你给它盖一个印章 盖一次 它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 那个科很非常明显 那你如果把它打10的话 代表说你就重复采样 重复采样这样 它就一直在附近 这样一直采样 所以它就模糊 OK 同学那个原理原则 我们不要管太多 你只要知道结果就好了 因为我们现在是用这个软体 来做设计 所以你不要做研究 你知道吗 同学你是专家 专家必须把很多理论 变成一个动作 OK 你不是学者 学者是把一个动作 变成一本书 所以尽量 这个不要去钻牛角尖 OK 好 那这个参数的部分 同学人家理解那种感觉就好 所以我现在圈起来 比如说给它打多少 给它打50 大家看一下50 来渲染 有发现吗 是整个都糊掉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配多少 同学这个你可以自己抓 那我就这样抓好了 为了好记对不对 BIS等于0 然后size就多少 1500 1500 对多少 对15好了 OK 所以这个sample 这个地方打15 OK 我就这样这样 这样比较刚好 就模糊程度是我们要的 室内的人造光 按它 有没有就像这样 但是这是一个灯 这是一颗灯 这样一颗灯还是不够看 我们只是先把一颗灯设定完 还没设定完 就是我们把那个模糊程度做完而已 来把它画面 拉到一个这个适当位置来 我再渲染一次给大家看 渲染 有没有看到 我们就这种感觉 我们要这种感觉 OK 好 那待会我们再调其他设定 通常你先练一下 这个三个变数 就BIS的硬片移植 还有size尺寸 以及sample采样的这样的数据 我们现在目前就是大家参考 就是这个是零 这1500 这个1500 然后注意 是Shadowmap parameter 不要调错 这个面板 然后配合它 OK 好 大家试试看来试一下 照片 走 糍 所以 糍 FS 糍